华人新一名提前来规划 2019投资理财哪一些部分需要谨慎应对 冬孙新闻特别专访到南加州泛语集团的保险理财专家 来替观众详细解说 华人在美国讨生活十分的不容易 尤其是在经济前景看淡 荷包缩水 民众该如何做好理财规划 才能确保日后的生活无忧无虑 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泛语集团的资深受险年金退休规划师ISIC 就这个话题来做讨论 ISIC可以跟观众介绍一下 民众该如何做好家庭理财的规划 我们做好一个家庭理财 其实很简单也很系统 那么我们有一个理财的金字塔 那么这个金字塔首先 这个金字塔的第一层 是要做好我们家庭的风险管理 那么所谓的风险管理 也就是要做好我们家庭的保险的规划 包括我们的医疗保险 我们家里的汽车保险 还有我们的房屋保险 以及人寿保险 还有长期护理保险等等 那么我们都要去做这样的规划 那么基本上一般的家庭 那么我们大概拿出我们 整个年收入的10%的这样的资金 来做这样保险的规划 ISIC刚你提到 理财金字塔一共有六层 那第一层是风险管理 那第二层又是什么呢 对于金字塔来说的第二层呢 我们叫做这个现金流的管理 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 我们其实都应该学会去记账 那么我们收支的情况是如何的 那么我们至少要记三个月的收支的账 其中这个第二层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要做这个债务的管控 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多少的债务 包括我们的房屋的贷款啊 以及我们的这个一些信用卡的卡债 汽车的贷款等等 那么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债务有多少的时候 我们就尽早设立目标 然后偿还清我们的贷务 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无债的 这样的一个财务自由的状况 那么理财金字塔的第三层又是叫做什么呢 理财金字塔第三层呢 那叫做这个紧急储备金账户 那么这个紧急储备金账户呢 我们每一个家庭呢 最好里面所存的钱 能够有三到六个月的生活开销 那么应紧急储备金账户 那么举个例子 比如说当我们万一失业了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就可以动用紧急储备金账户里面的钱 来去支付我们的家庭的这些基本的生活开销 有了紧急储备金账户之后 那么理财金字塔的第四层又是什么 那么当我们做好前三步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家里的这个理财 或者说我们家里的财务系统 会进入到一个健康的循环当中 我们的财钱会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来做我们自己的退休规划 那么让我们这个把退休的这一部分做好 让我们今后在我们退休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充足的退休收入 来让我们享受我们的退休的晚年 在做完退休规划之后 那么理财金字塔的第五层是什么 我们继续的有这个资产的累积啊 或者说财富的累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去想一些其他的投资 包括可以规划我们孩子的这个教育金计划呀 那么以及这个去投资其他的房地产啊 或者说股票或金融市场来去这个赢得一些额外的收入 来在我们这个家庭的财务规划中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支持 那最后理财金字塔的第六层叫做什么 金字塔第六层呢 我们这个也就是金字塔塔尖塔尖的部分呢 我们叫这个遗产规划 其实对于普通的家庭做信托的遗产规划 它最主要的有两个特点 那么第一个重点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信托的话 我们可以规避这个遗嘱认证的一个冗长的一个过程 那么第二呢 我们就会 第二个就是为我们省掉了遗嘱认证 政府所收的一个不小的费用 谢谢ISIC的耐心讲解和详细的说明 相信观众呢 对于家庭理财规划一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在这边也要提醒观众 有任何关于家庭理财方面的问题 都要请教专业的保险公司才能确保自身的利益 以上就是东森新闻 李宗瑶 彭迪 殷宏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